好 现在咱们继续往下看 那这个后端咱们说完了之后呢 咱们再来看一下相对应的这个前端的部分内容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前端的这个内容当中 也就是说意味着我们刚才所对应的那个调容的过程了 那个调容的这个过程的话 咱们一个一个来看 先来看哪个东西呢 还是咱们之前先去说过的 关于在这个我的房源这个页面当中 然后呢进行相对应的查询操作的时候 好 咱们来看一下 这是关于在这个页面当中 这个页面当中所对应的这个前端呢 咱们来看一下 是myhouse 也就是说我的房源页面 那这个页面呢 除了能够去查询关于他所发布的房屋信息 进行这个调用之外 还有一个东西 还有什么东西呢 我们之前在第一天给大家分析业务需求的时候 说了这里面有一个 就是上面会去显示一个什么东西呢 他们在这个页面当中 上面会显示一个对应的 实名认证那个东西吧 这个myhouse这个东西 他一上来呢 这里面实际上是有一个这样实名认证的 所以也就意味着说这是有一个需求 什么需求呢 你在这地方如果一进来的时候呢 你应该先去判断一下 用户的实名认证状态 如果用户从来没有进行过实名认证的话 不能给他去展示发布新房源的按钮 也不能给展示他的东西 而是说仅仅给他提供的就是关于尚未实名认证的这么一个信息了 如果说他已经进行过实名认证 那接下来才来给他展示发布新房源的按钮 和他发布的盲目认证 所以也就是说在这个页面当中先有这么一个需求 那先有这样一个需求的时候 那说了怎么去判断一下 他有没有发布过房源呀 发布过这个 有没有进行过实名认证吧 咱们后端是不是已经写过一个接口啊 对吧 看到他那个名字 但是呢 咱们之前是不是已经用户的地方 是不是有一个实名认证的这个地方啊 那后端是不是已经有相对应的那个接口了呀 所以也就意味着说 我们甘于这个我的房源的话 不需要再另写后端接口了 而是说一进入到这个myhouse.home当中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myhouse.html相对应的GS文件 一进入到这里的时候呢 页面一加载好了 我就可以直接向我们之前所据写的 后端的查询实名信息的那个接口 先发一个请求 然后呢 发这个请求的时候呢 这是咱们之前在用户模块里面的 这个profile这里面所去定义过的 获取用户的实名信息的 所以直接向这个接口去发 可以了 去发一下 然后呢 去判断一下 如果未登陆 那情况下 这个4101 那就未登陆 好了 跳转登陆一面 然后呢 如果是零 如果是零的话 代表后端执行成功 所以呢 这时候要看一下 后端给我返回的这样的数据当中 有可能会返回空 也有可能会返回有最硬的数据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如果他返回的这个数据当中呢 这个用户的真实姓名和ID卡的不完整的情况下 那我这时候呢 在页面当中 只要把谁呢 只要把这样的提示信息 认证的这个警告这一组呢 给你展出来就可以了 所以就相当于 如果没有 就把这样的信息给你展出来 如果真实姓名和这个身份证号 同时都存在 都是有余的数据值的时候呢 这时候我们再来去说 向后端去查询一下 这是刚才咱们写的后端那个接口 再来向刚才的这个获取我的房源信息的这个接口呢 去发请求 然后呢 去拿取对应的资源 拿取资源的时候呢 如果返回的是这样的零号的话 那就可以直接把对应的数据呢 在前端当中使用模板的方式 直接在这地方呢 去填充模板 把后端数据呢 通通的全都放到这里面来 进行相对应的操作了 所以这是关于前端的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咱们再来往下走的话 就关于是哪呢 就是关于这个 主页就会呢 在主页的这一部分当中呢 也应该是说 在页面一加载好的时候呢 去进行请求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在主页当中 index.js当中 在这里面 页面一加载好的时候呢 咱们之前已经做过一个接口了吧 应该是查询用户的登录状态 然后是上面这部分 那除了这个接口之外的话 那还有相对应的就是 要去获取主页的这样的 房屋资源体系了 所以呢 还要去向后端 去发起一个guide请求 然后呢 去查询一下 对应的资源 那如果返回的是零的情况下 我们再把主页的页面资源 再把主页的这个页面资源呢 就相当于是 swiper 这个框 这个轮波图的这个地方呢 去给你去挖一下这样的模板 然后呢 在模板当中呢 使用GS的方式 把数据呢 给你迁充进来 并且给你设置到 对应的swiper这个框栏中来 这是关键的 那我一旦把数据给你放过来的时候呢 实际上前端当中 还没有这样的轮波图的效果 所以怎么做呢 你可以采用你前端之前 所去学过的轮波图的知识 或者说是我们可以直接去引入一个GS的扩展 GS的扩展当中有一个叫做这个swiper的这个扩展 它就是能够把页面里面的那个一个条目一个条目的 相当于把我们所去列体出来的这么一个一个的DIV的效果的信息呢 给你转换成一个轮波图 比如说转换成这种幻动片的方式 能够去播放 这是关于这个引入的这个swiper的这样的插件 这个插件是一个很成熟的插件 也是一个开源的插件 然后呢在前端当中用的也是比较多的 所以呢我们直接把它引过来 引过来之后呢 所要做的工作就是说 你通过模板的方式已经把这个DIV 也就是说轮波图的那个DIV的区域呢 把数据都有哪些已经添重进来了 添重到这个地方之后的话 我们只要在这个GS文件当中 我们只要在这个GS文件当中呢 对谁呢 对添重好的这个区域的这个swiper的东西呢 进行一下初始化操作 初始化怎么操作呢 就是按swiper那个插件的说明方式 你去拗一个swiper的对象 然后呢接下来代表说 拗一个swiper这个对象的时候呢 是往哪个地方把它变成的波图呢 是把刚才在这个区域填充好的内容的那东西呢 给它变成了一个温图 就代表这样的东西 然后呢就构建出来这样的一个swiper对象了 那在构建的时候呢 除了说指明是这个区域之外 还要对这个轮波图 也就是说对这个幻灯片的这个效果 做一下说明 这也是插件当中所说的 loop代表是不是循环到头之后 再同头进行循环呢 这代表true 是代表science 然后呢autoflay的话 是代表自动播放 每两秒当中呢进行一次 然后呢autodesplay的这个oninterware的时候呢 这是代表另外的一个 有没有交互的效果 然后呢这是代表 显不显示对应的这个分页 相当于这个地方 有没有这个小圆点的东西了 然后呢底下这个东西的话 能不能说对于小圆点 还是支持点击操作 能不能说当我点这个小圆点的时候呢 快速的跳转到相对应的地位 所以呢这几个参数呢 都是关于这个swaper插件的主要 所以如果你真的有需要用到swaper 做前的插件的时候呢 你再回过来 来去看一下这个参数就可以了 这是属于前的这部分的支持 好这是关于这样的 那么把这个东西呢 说完之后 接下来咱们再来看一下 那在这个主页当中 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 那样的一个效果之外 刚才说的的话 还有一点问题 什么样的问题呢 刚才关于这个 轮播图的这个newswaper的 初始化操作的话 你要有一个地方 必须得你放到页面数据 已经前冲完成之后 你才能够进出的话 如果你把这个newswaper这个东西呢 你直接提到外面来 就相当于 我在一开始的时候 就先 就相当于我在一开始的情况下 我就一开始的情况下 我在外面就直接对他进行这样的数据化操作的话 放到这里面的话是不行的 原因就当于哪呢 你一上来还相当于还没有执行过这个函数 或者说 哪怕执行阿甲克斯调用化 因为阿甲克斯默认就是异步的 也就意味着说什么时候能从后端收到结果还不一定呢 所以就相当于你如果在前面那方直接就进行初始化操作的话 那那个页面里面的index 这个页面当中的这一部分的初始化的区域里面没有任何值 没有任何值的话 你再直接对他进行这样的初始化操作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所以我们说了 这个东西呢 你才必须得给他放到哪呢 这个东西呢 才必须得放到说 我通过这个阿甲克斯拿到数据 并且通过模板渲染进去之后 我才能够进行初始化操作 保证里面有数据值的时候呢 才能够把那些页面资源变成幻灯片的轮波图 这是关于这样的 好 这个地方说完成之后的话 咱们再来看一下 在前段页面当中还有一个地方 就是关于这个选择程序了 选择程序的话 这个结果咱们是不是先做过了 所以你知道在前段进行调用就可以了 所以在前段当中还要在页面下的好的时候呢 去调用一下后端的这张诗图 然后呢并且去把这个拿到的数据呢 给你填充到 在前段当中我们也是给你挖了一个 对应的这样一个模板的地方 所以呢也是给你去进行一下渲染不亏了 而底下的这个部分呢 只是关于前段当中所去做的一个页面特效了 就相当于你把它点开之后的话 我点击这样按钮的时候呢 我所点这个名字 是不是最终的也得去在这个地方展出来呀 所以这是前段所去做的一个效果 当你点击的时候呢把那个数据内容给你展示到这个输入框当中来 我点什么内容 这里就写什么内容 这是关于那个地方的 好 这个是关于主页 这个主页是完成之后的话 咱们接下来就是对应的这个详情页面了 详情页面也是相同的效果 只不过是说我们去想一下 咱们在详情页面当中所给你定义的这个页面资源呢 叫做detail.sml 是叫做它 叫做它的时候呢 当用互议访问的时候呢 访问就是detail.sml 但是你说了 访问这个页面的时候 我得向后端拿取数据 拿取的是哪个房屋数据呀 这是我得去做一下呀 我们后端当中必须得要求你给我传统过来的 到底是哪个房屋的资源数据 你得把ID告诉你 那你说前端当中怎么进去做呢 这就相当于的话 前端你进入过来的时候 虽然都访问的是同样一个detail.sml 但是你却是从不同的地方跳转过来的 你比如说你是从主页当中 当你点击这个地方的时候 你进行跳转 那好了 你进行跳转的话 肯定得有一个超链接触的进入到这个影片当中吧 那我们怎么办呢 就是在你这个超链接的时候 看一下在index主页的时候 这里面 我们网站里面进行填中的时候 这相当于是你展示的那个图片 展示这个图片的时候呢 外面给你包含了超链接 只是说在这个超链接 跳转到页面的时候 我可以把你到底是哪个房子的ID 给你拼到那个链接当中吧 对吧 所以相当于 你进入到这个页面的时候呢 对应的ID就给你放到这个路径里来了 这是关注的地方 但是你要知道 在路径当中的这个问号的ID 只是给谁使的呢 是给前端使的 对应不到我的后端 因为我们说了后端的话 并不是通过浏览器在这里面发送求求 而是需要我自己发送求求的 所以也就意味着说 我现在进入到前端页面的时候 能够知道在这个路径里面 问号后面已经跟上了 到底要展示哪个页面的资源 所以接下来的话 我们在这个detail详情页面的GS当中 在这个当中的话 我为了向后端能够去查询一下 为了向后端去发起这样的请求 然后呢 把相对应的这个具体的房子的ID 给你拼上 所以我是不是还得在这个发送请求之前 得把路径当中的这个问号ID 对应的房屋编号 我得查出来呀 对吧 这点大家能明白什么意思吗 所以得把它查出来 那查出来的话 怎么去查询查询呢 在页面当中的话 在这个GS里面 实际上是有一种方法 能够去获取路径的参数的 是哪个方法呢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相对应的GS当中 GS当中 这个document 之前咱们是不是见过一个东西了 就document点儿 可以能够获取误会数据吧 那除了这个方法之外 document当中呢 document当中还有一个query 这个 UIL的话不是 UIL的话 拿到的仅仅是一个完整路径 我们想要拿取的是那个后面的查询就算吧 所以在这里面是有的 是哪个方法呢 就是关于这个叫做location 在这个前段中就是document 然后呢里面的location 是不是代表当权资源呀 然后呢后面有一个属性叫做search属性 search属性呢就是所说的那个查询 sip channel去了 你现在来看一下 是不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把路径里面的后半块给你拿开呀 对吧 只不过是说它多了一个问号而已吧 那我们在进行操作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把问号给你去掉 然后呢再按照这样的等号方式来进行切分就可以了 对吧 所以那在这个地方的话 有前端人员已经封装好一个函数了 我们直接把这个函数给你拿过来 是哪个函数呢 封装之后我们叫做解析查询自不算 所以它就是通过刚才我们所说的那样的一个方式 然后呢通过document的这样的一个 document的location的设置方式拿出来 拿出来之后呢进行相对应的一次调用 然后呢拿取这个数据 拿取数据之后的话 它是按照这样的正责表达的方式 然后呢把前面跟尾部给你进行区分 区分之后 不是把按照这个 按照这个字符传的方式 按照替换的方式呢给你切分 切分之后的话 拿到具体值 并且呢给你转换成GS的一个对象 所以这是前端里面 前端人员去封装的一个方法 我们拿过来直接去利用就可以 那通过这样方法 这个调用呢 它就能够直接把对应的 在参数当中所对应的这个数据值呢 把这个等号分开之后 前面当作对象的复境 后面当作对象的值 所以也就意味着说 我们只要调用一下这个方法 就能够把查询路径里面的东西给你拿出来 所以呢我们通过调用这个方法 拿到那个对象 拿到那个对象当中呢 你可以把它当作自己的方式 直接来获取ID部分 拿到的就是对应的这个 仿务的ID值了 所以通过这样方式的话 把路径里面编号给你取出来 取出来之后呢 我再拼接到路径当中 向后端发送请求 所以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好 向后端发送请求的时候呢 那再接下来的话 就是根据你的状态值呢 然后呢 来去拿数据 拿去数据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数据给你 切成到页面的模板当中 也就是说在这个detail的模板当中 在detail的这个模板当中的话 然后呢 我们还是给你分开去做了 为什么给你分开去做呢 原因就在于说 在这个地方 这里面是不是还又出现了一个轮波图啊 轮波图跟底下是独立的部分 所以我们就把轮波图的地方呢 给你划分出来的一个区域 然后呢 连弹这个区域所要用到的这个模板 给你放到一个地方 然后呢 在除了轮波图之外 剩下的底下的所有这个区域呢 我通通的都给你再放一个DNA 然后呢 把它主要添入那个模板的东西呢 再给你听出来 所以相当于把后端放的数据 给你分开两次进行渲染 在这个detail的介绍中 分开两次进行渲染操作 一旦渲染完成之后的话 那上面这个区域呢 还是个轮波图 所以呢 需要做这个轮波图的处理 然后呢 除了这个轮波图的处理之外之后 还有我们所说的 我们之前说过了 在页面当中 是不是要去判断一下 房东那个身份呢 所以我们在后端的时候呢 已经返回了相对应的数据 咱们在后端返回了数据的时候呢 包含了 data当中有一个优色ID 这是代表 代表访问用户的那个身份 然后呢 house对象当中 也会存在着一个 对应的房东的ID 房东的ID 所以我们在GS当中 在这里面进行相对于铺理了 直接拿取data里面的优色ID 代表访问人员的 然后呢 house对象当中的优色ID 代表是房东的 我判断一下 两个人是不是同一个人 如果不是同一个人的话 我再把页面当中的 最底下的这样的一个 即可预定的按钮 给你展示出来 如果说 你发现是同一个人的话 就不再展示了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操作 好 谢谢观看